國防部第一個 然後呢一看 極端失望 一大堆 我如果單單挑這個可以講三個小十個 可以跟你好好講 我只講一點 在澄清澄覆事項裡面提到說 這個興味的民眾公開上網飆售之行為 極不足取 有設法之餘 那請問 極不足取有設法之餘 還要給一萬五千塊 部長 這樣對 不足取 還要給一萬五千塊 來鼓勵他 請他當證人 當證人還要給錢 這個證詞有沒有效力啊 這樣子的報告 極道部長 這不要讀法律吧 嘗試就知道 這個報告 你讓你的部署拿出來 肉氣啊 我今天第一個要跟你講這個 我想講這一段 你能接受嗎 跟委員報告 沒有同感嗎 對 這裡面是有很多 這兩個案子 會引起大家的混淆 這個當年 他們的用意也就是說 希望了解這個 整個後面 還有多少的這些 不要再提到當年啦 浪費太多時間 你等一下 主席我請我們 謝次長 謝次長啊 是我們法律界的前輩啦 所以 謝次長 我請教你兩個法律問題 我想 我不自己講 我自己講 搞不好 國防部還不服氣 所以我請你講 請問張戶罪的追溯權時效多久 張戶罪在319條這邊規定啦 他那個追溯權的時效 因為這個是舊的案子嘛 十年嘛齁 沒錯嘛齁 那再請問一下 是 重難是張戶 民法的 所有權 要回來 請問他的時效是多久 侵權行為的時效是多久 197應該記得吧 197 他大概有這個 一半啦 兩年嘛 兩年嘛 兩年或者五年啦 對 好 然後除次前 除次期間10年嘛 最多10年這個東西就要不回來了啦 好 次長請回 部長 有沒有聽到次長講的 是 這一些東西是 最晚民國67年 最早民國51年 也不是機密 重難是張戶你也要不回來啦 你也不能要回來是人家的東西啦 沒有追溯權 行事 你怎麼會有這個問題呢 但是這兩次可能最近才交易 你說什麼啊 來 來 你直接跟 直接 直接講 不要偷偷在那邊講啊 這樣講我聽不到 你好 我是法律事務司的處長 那他們在查的過程當中 我知道委員的意思 說這可能是四十幾年 五十幾年 你們都已經知道 人家網路已經告訴你啦 但是他什麼時候取得這些文件 這個保防處和憲兵他們 什麼時候取得跟你無關嘛 因為是民國67年 51年 早就出來了 你們什麼時候遺失了 你們自己不會查 你們自己不會查 你們什麼時候遺失了 你打算說是昨天才遺失了嗎 五六十年做的文件 不見得是 還要硬拗 做完了就遺失了 你也拗啊 請問你什麼時候遺失了 報委員這個可能 可能還要查 不知道對不對 你是不是知道什麼時候遺失了 我不清楚 不清楚啊 回答什麼 法律是這樣玩的嗎 你法律師的 法律是這樣玩的嗎 報委員所以說這件事情 所以說你們亂搞嘛 所以說 請回 部長 剛剛啊 總統講話 總統說 我們的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剛剛講話說什麼 這一些有問題的人要調職 總統說 還有資深降臨說 這是總統的職權 誰都不能調 你贊成這個說法嗎 所以換句話講 你們敢自意而為 國防部這一些人敢自意而為 總統跟你們撐腰嗎 不是 行政院長調不動你們嗎 是不是這個意思 跟委員報告 我剛剛一開始有講過 這個在國防部以往就有案例 我們為了偵查的公允 我們會對相關 有在這個位置上的人 我們也以前就做過調整 讓這個整個 偵查上不受任何的干擾 所以換句話講 那有人說 這是總統的職權 你們不能調 然後打臉張善政 那換句話講 你現在是打臉總統府是不是 我也沒有打臉任何人 我是國防部長 我就要做這件事 好 部長有擔當 這一點我欣賞你 講實在話 那我再請我們次長 謝次長麻煩你 法律界前輩 所以我還是要 從你的嘴巴講出來 如果在一個古董市場 在一個古董市場 有人在拍賣古董 這個古董是英法聯軍 遺失的 或者被搶走了 請問你們法務部會派人說 那個是張霧 然後呢 你們現在就去把他追回來 然後你們就派檢察官 就派你們的司法警察 去把他抓起來 會不會 應該不會吧 不會齁 請回 謝謝 部長 來啦 次長請坐 部長 聽到嗎 這才叫法律啊 懂不懂 各位委員報告 這個事情 當然 我們這類也有很大的教訓 我們當初的 看到這些文的時候 我們的同僚 他們也是在思考 他並不是要去侵犯人權 不是侵犯人權 為什麼要人家 被同意 簽搜索同意書呢 各位委員報告 這個程序上 我們是有些過當 或有些 我們請北檢來調查 所以我們的用意 是為了了解到 為什麼這些文件會出去 部長 我 從 謝市長的口中 才告訴你 自從 軍事審判法 被廢掉以後 我發現你們 真的是 法律之事 嚴重欠缺 憲兵隊 那個憲兵司令 來 請 請一下 憲兵隊 有司法警察的權利 你們憲兵隊 你們有多少人 法律系畢業的 具有律師資格 有幾個 人數不多 人數不多是幾個啦 一個 兩個 我這邊沒有確定資料 好 司令請回 部長 事情又大條了啦 今天早上啊 司法委員會 通過兩個案子 要取消憲兵的司法警察權 一個洪仲邱的案子 讓你們軍事審判的權利沒有了 現在出現這麼一個案子 你們現在憲兵的司法警察權要被修法要拿掉了 你們以後辦案子啊 如果沒有司法警察權 那你們慘啊 以後你們啊 軍中有什麼違法要請警察進來 漾漾要報檢察官 這件事情 你們不知道它的嚴重性嗎 我們當然知道 因為 這個事情我們會再跟委員溝通 再報告 因為這個 整個的憲兵 剛才憲兵指揮官員講的 他的職權是什麼 不但維護軍紀 也有維護我們軍中內部的一些調查 我們並不是想要去 對 一般老百姓做任何的調查 因為今天人民看到的是軍人的擴權啊 包委員我們沒有擴權的想法了 沒有擴權 你聽得到一般老百姓的權利 憲法第九條怎麼規定了 這個我們就檢討吧 憲法第九條怎麼規定 如果我們施職 我們願附任何的 非軍人不受軍事審判 這一條真正我們憲法的意義在哪裡 就是要避免軍人干政 非軍人不受軍事審判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給憲兵有司法警察權 要維護軍紀 軍中的犯罪希望有你們 直接用這個 軍事的警察 憲兵都按批嘛 軍事警察要給你們這個權利 結果你們濫用這個權利 在以前威權時代你們用了也就算了啦 大家都忍了啦 在已經進 進到民主時代你們的軍事審判權都被拿掉的時候 你們還不知道檢討 我們是在檢討啊 檢討怎麼會去親愛一般老百姓的權利呢 這個應該報情檢察官 由一般調查局或者 一般的警察機關來處理啊 怎麼會是你們 自己就砰砰砰砰砰就過去了呢 所以我今天要告訴你們 你們今天捅了個馬鋒話 你們會把你們自己以後要處理的這些司法警察的權利通通給 搞不好人家就真的把你拿掉 欸這朝野一致同意 大家火大得不得了耶 所以我在這裡要告訴你 你們現在這件事情的善後工作 剛剛沒有人提到 我在這裡提醒你們 你們真的善後工作就司法警察權啊 這個真的是大問題啊 大大大的問題啊 為什麼大大大 因為很重要講三次啦 真的是大問題啊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要告訴你們 在這個 警察權沒有被拿掉之前 你們要表現出你們自製的行為 檢察官 很喜歡用憲兵 我們也知道因為憲兵忠贈 不會泄密 不會跟一些商人掛鉤 那警察可能有一些 久了 比較有問題 所以喜歡用憲兵 所以除了 檢察官 在指揮你們 在指揮你們 去幫助他們 去幫助他們 做一般的 司法案件的 偵查等等的動作以外 我在這裡 剩下幾秒鐘 部長下個命令 給憲兵司令部 憲兵司令 自己也要下個命令 給所有的憲兵隊 以後 除了 檢察官 指揮 要你們去辦 一般平民的案件以外 老百姓的案件以外 所有老百姓的案件 不要再辦啦 不要自己亂搞啦 這是我最後給你的忠告 這個我們會照這個方法來做 好 謝謝你 好 我們下一位請呂毅玲 委員 主席 先請法務次長 委員好 市長 每個委員談論了這麼多 重要的證據 我們的錄音檔 現在在哪裡 因為剛剛我聽這個 錄音檔 所有的檔案 早上我們都開過記者會 法務部你們的檢察官 也有提出來 說還沒有到你這邊 所以我現在問 在哪裡 因為他們 憲政局這邊講 這個案子已送到別檢 是不是在那邊 我 在哪裡 檔案在哪裡 是不是有在別檢 這可能還在 還在可能 你們距離有多遠啊 這個資料最重要的證據在哪裡 不知道 不是 因為在這個 相關的證據資料 應該是 北檢這邊啊 他會 必要 拿國防部 在哪裡 誰可以回答在哪裡 早上在記者會不是明確說了嗎 現在又不知道在哪裡 最重要證據 要公開給全民知道 才會真相大白 現在又推來推去不知道在哪裡 跟委員 就羅尚門了嗎